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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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小公主 就在這裡逢逢做旅行 一夜顧著漢少龍 你這個精準 三哥你也不叫聲 為甚麼叫你三哥 三哥, 我是漢大哥的結拜兄弟 你不想叫我三哥嗎 三哥 乖 原來是一條香巾 掛在狼身, 記掛美心 我想大哥看見一定很開心 小事沒有心情跟你開玩笑 我知道, 你擔心大哥的安危 放心吧, 大哥每次都是逢空化吉 但這次要對付的是趙牧 趙牧又怎麼樣 以大哥的才智 加上二哥的相助 趙牧一定束手就及 說就輕易 但我剛才比針所賜 恐怕是不祥之兆 比針刺傷就說是不祥之兆 那王子正就不用 專程請個巫師回來 喜掛問吉兇吧 不只是我說大哥會沒事的 就連巫師的卜池 都說大哥會不負所命而回 大吉大利的 真的 不信你可以用王子正求證 巫師的卜池 又豈會是我胡亂堆砌出來的 大哥快回來 快回來, 你快奉完這條香根 要不然就沒時間做戒醫 你這張嘴應該用針線奉密它 我這張嘴只會說開心 和剛聽的話 如果有人這麼狠心 要奉密我這張嘴 到時候有人不開心 我也沒辦法了 我帶秦國地處西部 其餘六國皆是秦國為異敵 秦孝公立志改革 報德修正 為令秦國富強 孝公任用襄殃進行變法 王子正 王子正 本王子聽得入議 繼續說雙鷹變法 是 雙鷹認為聖人 只要能夠強國 就不必恩秦古法 只要能夠利民 就不必遵從舊禮 雙鷹的見解 和漢太父有幾分相似 漢太父也是一個 不拘泥古法 不普殘守舊之人 很多時候都出人意表 言行大膽 就像跟趙善公主的感情 不僅衝破禮教 更是違抗王命 沒錯, 的確是可歌可一 王子正, 我們不如言歸正傳 秦孝公六年 雙鷹進行變法 首先建立十五年助制度 以皇家為一五, 二五為一十 法令規定十五戶相有殘 十三 不經不覺 杭太父去巡入召 已經三十多人 召你應該踏上歸圖 難道有所阻止? 你猜杭太父能否成功 生擒趙木歸來? 王子正不必擔心 杭太父必定不負所託 王子正… 王子正 小哥, 有杭太父消息沒有? 啟稟王子正, 大王嫁到 是, 參見父王, 娘 參見大王 王兒, 姑王也知道 你近日在這裡埋手用功 夏義秘昆召國 荒廢了不少讀書時間 所以要追捕, 和我理師叛讀 用功虎讀是好事 但是正義, 你也要注意身體 沒錯, 讀師之餘還要鍛鍊身體 有強勁的體魄才能日理萬機 所以騎射的劍術 也不能荒廢 沒錯, 身為秦國的王子 必定要精於騎射的劍術 以便隨時領兵作戰 可惜杭太父遲遲未歸 沒人陪正義練劍 若然王子想練功 少人隨時後命奉陪 孩子擔心杭太父 並無興致練功 啟稟大王, 循召邊境驛站的示威 快馬回報 杭太父已成功活足趙木 演藉壓法咸陽途中 杭太父果然不負眾望 好, 退下 杭太父有恥有謀 連趙木這個狡賊也是活足 實在不簡單 琴得趙木會巡 夫人龍和王子 就可以報仇雪恨可喜可可 杭太父這次立了大功 父皇一定要好好賞賜 對了, 王兒 你說姑王應該賞賜杭太父甚麼 或者封他一個甚麼官位也好 此事由父皇作主 這樣嗎 大王, 以王子和韓太父的交情 其實可以封他做成相 已經有左右成相 難道還要封個中成相 三哥, 你累不累 不累, 陪公主上家購物 是大哥吩咐我做的 不累 你看前面那間店 好像有衣飾報筆賣 我們進去看看 但我們已經賣了很多東西了 哪裡多, 現在是公主辦嫁妝 怎麼寒酸酸的呢 走吧, 走快點, 快點 臭小子, 想賤便宜嗎 大姑娘, 如果你眼睛是瞎的 就不要納亂出門 豈有此理, 是你才撞到我 還竟然這麼無禮? 你… 三哥, 我們撞到這位姑娘 是我們不對 姑娘對不起 對不起, 這位姑娘你放心 本姑娘是大量之人, 不記小人過 三哥, 別吵了, 我們進去吧 行了, 老闆, 我自己看就行了 好 兩位, 想找衣飾還是報料? 對了, 老闆 我們想找最上乘的報料 是用來做嫁衣的 做嫁衣當然要紅衣料 適合我們這種上乘的紅衣料 一定適合你的心意, 過來看看 來…這幾塊是上等的紅衣料 看看剛剛心意 我想要這幅布 好 兩位姑娘真是有眼光 這筆上等的私塵 做工精細, 圖案生命 不可多得 可惜只可以做一件衣裙 甚麼?只可以做一件衣裙? 那當然由我們買 我們趕著做嫁衣 快點 本姑娘看得上眼的報筆 亦非馬不可 你居然萬不講理 姑娘, 你知何謂成人之味 既然你是客客氣氣的 本姑娘拍攝也會成人之味 對你這種不可理喻的人 我何必客氣 三哥 既然這位姑娘不言國愛 我們無謂勉強 老闆, 你問旁邊的幾塊紅布 替我通通包起來 你如此刁蠻, 恨價也嫁不出 看你買了所有紅布, 下來做獸醫 你竟然如此我懂 你不怕絕子絕孫嗎 你說甚麼?你再說一次 三哥 沒有, 一個是溫文 又是孟美的大好姑娘 竟然嫁了一個毫無修飲的臭小子 簡直是一朵鮮花插在偶婚上 所以說你見識小子真是見識小子 站在你面前 這個是趙過的趙善公主 她要嫁的是漢少龍, 漢太傅 幹甚麼? 羨慕、刀雞還是智蠻形威? 是 看你的漳頭鼠目 竟然是漢太傅、漢少龍本人 敢問閣下有高姓大名 我就是… 不過看你也是名不經傳 輕挑浮躁, 簡直不知所謂 敢問閣下有高姓大名 趙善公主, 多謝你國外承認 有緣再見 你還沒說出你的致命臭勝 公主, 細小一點 她是當今女尚爺的千金, 呂良容 呂不問的女是怎樣? 三哥, 熊大哥說過沒有生事 三哥, 何解這三個大男人 鬥得臉紅一尺? 三哥, 他們在扔哪個臂力大 是一種賭博的遊戲 你看看他們倆 看誰首先可以把中間的昆龍路 拉向圈外 這樣就可以贏到莊家的錢 好, 還有哪位想嘗嘗自己的臂力 本姑娘想嘗嘗 好, 這位姑娘下絕一個銅廁 由哪位敢上來 我 女子人家拋頭露面 就讓本大爺奉陪你一致 堂堂一個大男子贏了一個女子 也不見得光彩 好, 本大爺就讓你 你用雙手, 大爺用單手 那就無妨了 好, 如果你輸了 就要把一筆布雙手奉還 好 你輸了 小姐, 你明明開心得太早了吧 輸的是閣客你 你看不到我昆龍路跌在我這邊嗎 請你遠賭服輸 好, 雙手奉還筆布 好, 小桃, 給我發黃布 你言而無信 我要的是紅布 遠賭服輸嘛 布已經給你了 你剛才沒說要紅布 你… 韓大哥吩咐過沒有事 離奇古怪 這些就是精心設計 而且爹先生真是最適合不過的 成何體統呢 適洋古怪, 衣不清身 你又怎麼穿了 你爹堂堂相說 怎麼可以穿這種奇裝的衣服 你說要見多適港 周遊烈哥, 爹也有得理 琴奇書玩不見, 學回來 你只會沉迷… 設計甚麼…奇裝的衣服 甚麼奇裝的衣服 對, 雷兒也是見多適港之後 才設計到這件沉衣 沉衣? 穿著這件沉衣就沉 就連皮也不用蓋 就算夜間到遠中散步 又不怕穿涼幕 我這件沉衣有甚麼不好 那位雷兒花盡心思 為你設計這件衣服 你不但一點都不領情 還有我平如潮 我不是說不喜歡 只不過爹不知道叫甚麼沉衣 只要你不用爹穿著他外出示人 爹最多今天穿著他不脫 是你自己說的 我怎麼敢愛罪我的乖女兒 蓉兒, 自從你回來鹹陽之後 四出購物, 大包小包 似乎要把整個市集 涵冷扣回家中一樣 女兒最鍾情的就是縫製衣服 買的當然是最漂亮的衣飾布料 衣飾布料 爹就不懂得觀賞了 爹, 不過有人會欣賞 就連趙國的趙善公主 也和女兒一樣這麼好眼光 趙善公主? 就是她的未來夫妻 韓太父, 韓少龍 到底是何許人呢? 以前都沒聽過的 你剛回來鹹陽, 這麼快就收到新消息 爹, 我想知道 那個韓少龍和趙善公主能不能相對 趙善公主如花美貌 我就親眼見過 那韓少龍又是何許人物? 爹, 你說吧 爹日理萬機 哪有這麼多閒事 和你殺人道士 爹, 我想知道, 你說吧 好, 那就讓爹慢慢跟你說吧 韓少龍, 她是趙國的 真是欺人太甚 三哥, 你不必動氣 不必動氣? 這個姓女的丫頭 明明是恥子爹的上爺 就萬不講理 其實這位姑娘也挺可愛 可愛?她明知道你要這匹布做嫁衣 她也不讓給你, 你還說她可愛? 她只不過是貪玩而已 這匹布做不到嫁衣也做到便服 公主, 為甚麼你這個人這麼好 人家明明對你不好 你也覺得別人對你好 三哥, 你平日對其他人都時時包容 為甚麼特別針對這位女姑娘呢 因為姓女的特別討厭 找公主, 外面又找姓女的姑娘求見 若然是內意不善的 請你速速離開 本姑娘要見的人是趙姓公主 請你速速離開 女姑娘 趙姓公主 女姑娘, 恩何事到訪 君子不奪人所愛 雷蓉是專程送一封紅布衣料 給趙姓公主你的 其實雷蓉並非全心 跟公主你爭奪布料 只不過至少對剪裁衣料特別喜歡 一見到好的布匹就愛不釋手 如果公主不見嫌 雷蓉也很想親自為公主你設計戒衣術 那我就卻之不公了 前句後句, 居心可測 公主, 杭大哥經常說 房仁之心不可無 本姑娘貴為上爺之女 對你這個直直蒙名的臭小子 會有何居心 本姑娘只是想跟公主交個朋友 又與你何干 我從來沒幫人設計戒衣 只是隨便畫了幾個色樣 你看看你喜不喜歡 我這個人太閒了 公主, 喝茶 有了 喝茶 既然你們諸事好奇 不妨可以梳葛花計 穿上衣裙, 扮作女兒家 如此一來 我們三個女兒家 就可以一起談心事了 公主, 如果有事 就隨時大聲叫 如果我們要再用茶 自然就會再喊你 麗姑娘 你所設計的飾養 每天都有特色 小線真是難以取捨 如果公主要嫁的 是一般的皇后張相 貴族大臣 設計家醫之事 根本不輪到梁洋粗心 公主也不必親自遇到市集 選購合適的醫療 但是如果… … 感谢观看 老外参见夫人 盧先生来接送女丞相 是 夫人近日接活清减了 宫中的生活敢依欲食 夫人也得到大王的宠爱 可以何重寿眉不见 如果宫中没有非短流长 没有阴染小人的恶意重伤 当然可以舒展眉头 心降看本 原来夫人是为了不必要的 闲言闲语而不快 这样制造事端的人 岂不知得常所缘 有道士一生不同藏而辅 阻老的老虎应该切法将他铲除 与其坐以待毙 倒不如先发制 盧先生 不在其为不谋其事 我完全是关心夫人的 绝无他意 绝无他意 夫人在宫中 就只有大王和王子正两位亲人 其他人 全部都是夫人的敌人 若然宫中没有故人 那又有谁对夫人婚幼解冠 我和夫人总算良有缘与 我当然会落意为夫人婚幼 看奔皇上 华贵夫人王子正求见 传 是 皇上有命 传华贵夫人王子正 臣妾参见大王 孩儿参见父王 好, 免礼 夫人, 正儿 你何时遇见孤王 大王贵人事忙 大王有了臣妾和正儿用事 事情繁衣, 不知事后 请夫人见谅 大王正事为重, 实事明君 未知孩儿能否为父王分担繁衣 掌管宫中的侍卫指亭为 竟然殉尸枉法, 已经夹職查办 如今大王正在安排人选 宫中的来庭侍卫责任重大 正儿已经不止一次遇襲受惊 大王, 你要尽快安排人选 填补斥胸缺 当然了 被臣建议 不如从关外挑选一位 伸手不凡的大将 回宫中出任亭为 所谓远水不行救近火 由边关抽调人手 一来一回, 时间太久了 倒不如灵弥人才 大王, 神妾心目中有个适合的人选 我? 就是女承上府中的侍卫, 奴外 奴外 没错 奴外曾经两次救过正儿脱险 她身手的确不乏 是, 不过奴外乃是女承上的爱将 如此一来, 豈非要有女承上的割外 女承上, 向来以大王和国志为重 一向都很大方 只要是大王有需要或喜欢的 女承上就算是心头自爱 都会双手奉上 女承上, 你说是不是? 夫人知道老臣对大王忠心耿耿 女承上忠心耿耿, 天地可革 现在要拿走的, 并非是女承上的妻儿 只不过是她的一个侍卫 女承上必定落于割外 既然如此, 就晉升路外为公中亭为一职 父皇, 虽然奴外合适人选 但是霞儿觉得还有一人比他更生人 他就是杭太傅, 杭少龙 论武功, 他比奴外更胜一筹 论才智更加无人能求 而且他和霞儿亦私亦友 有他长住宫中陪伴霞儿, 喜非更好 没错, 大王 杭太傅的确比奴外更胜一筹 就请大王不妨听王子靖的意见 看来杭太傅仍有任务, 身在外地 易站与传媒消息 杭太傅不日就会回到咸阳 娘, 霞儿并非要逆你意 只不过若然有杭太傅保护霞儿 霞儿就会更加安心 杭少龙他生琴召木有功 你应提升的 既然如此, 就医正儿你呢 后面你敢见到哪儿 屬下參見尚爺 我知道我照你所謂何事 尚爺, 事非有要事 要差遣屬下 今天你是我府中的侍衛 聽命於我呂不韋 但是以你的才智和身手 終會有一天一飛衝天 好, 華桂夫人在大王面前 極力推薦你出任宮中庭委一職 大王也很滿意你 兩次擁救王子正的英勇表現 你果然很有本事 居然可以博得華桂夫人 親自保賬你 所有此機會 都多得尚爺提筆 若然有才能, 由忠心誠信 本相當然可以大大提筆 原立歪心, 走旁門左道 本相亦可以將他踩作地地能 屬下對尚爺 一向忠心耿耿, 一月可隔 忠心耿耿, 一月可隔 我勸你也不用再 向華桂夫人阿遇牽微 就算本相怎麼提拔你 華桂夫人怎麼保賤你 大王怎麼欣賞你 都不及王子一句說話 宮中庭委一職 王子已屬於項少龍 說好項少龍 琴德趙木納下大功 你也算是奇差一著 你還留在府中屈奏 安分守己做一個示威把 看你的樣子這麼累 一定是天天趕做嫁衣所折 是呀, 那你究竟逢奏好這件嫁衣沒有 只是拿少許裝飾 大致上已經完成了 只是短短數天 公主已經完成那件嫁衣 果然守候 好, 康泰夫人未到 嫁衣已經做好了 你也挺恨嫁的 不過, 娘也很羨慕你 可以有一個日掛夜掛 牽牆掛肚的夫君 你說我恨嫁, 你豈不是一樣 是女人現在也想找到意中人 這兩用的美貌人品 一定是很多男子生活中的意中人 是你自己的眼角高 你女婦提親那些公子哥兒 十居其九都是想巴結我爹 別說我了, 再說那件嫁衣 我覺得那件嫁衣有點單調 想加點裝飾 不如你給我一點意見 裝飾, 繡花還是彩帶好嗎 童心結 童心結? 嫁衣上加童心結 就是永結童心 好意圖, 你過來 很多不同的款式 當然, 全部都是梁蓉蟲 各國搜集所得 這個, 這個和你的嫁衣最合襯 好漂亮 其實除了這件事之外 梁蓉還有一件事想送給你的 是小白套 你和你的漢大哥在後 都因為這隻小白套 就是說小白套就是你們的梅人 舊那隻就不可能再找回 所以我送一隻新的給你 很可愛 真的很想看看 你的漢大哥對你有多可惡 是不是很像你可惡的小白套一樣 這樣可惡你呢 謝謝你 謝謝你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報答你好 我們是姐妹, 你這麼客氣 小邪, 老爺要見你 爹要見我?我正在招呼客人 時候不早了, 我應該走了 馬車已經在外面等著我 那好吧 好, 你做一件嫁衣 記得帶來給我看 好, 你做一件嫁衣 杭少龍反重, 必經龍防客棧 乃下手殺之 公主 甚麼事?不警方 我…不見了小白套 現在在找, 我去找小白套 手中的書選擇我 我想殺人滅口 求求你, 別殺漢大哥 漢大哥是個好人, 他也沒有害你 為甚麼你要殺他 因為有我就不可以有漢少龍 我不想殺你 可惜, 天要你見到的不應該見到的事 你只好陪他一起死 如果你殺了我 漢大哥一定會替我報仇 死人怎麼可以報仇 會的, 漢大哥不會死 但是, 上天一定會保佑他 你心屬不正, 卑鄙惡毒 一定會有報應 若我不是漢少龍的出現 我就不會失去心愛芳妮 我的命運, 她不會逆轉 你不要怪我 怪這隻紫鬼, 你是漢少龍的女人 爹兒有沒有將 都是漢少龍的女人 只有誰 這樣會改變 在做利害我 是ا虎鬼, 你跟人各有件事 過了前面的小鎮, 就是鹹洋 你怕照目被人劫走 快下雨了 我們看看前面的地方休息一會 快點, 走開 快點, 快點 客官, 辛苦了, 來… 隨便, 喝水喝, 來… 找來招呼人, 快點…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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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辛苦了 辛苦了, 來, 來, 救客官 來, 坐下, 來… 師妹, 客官, 先坐… 客官, 先坐… 好, 客官, 有很漂亮的小鎮 你是不是想要的呢 隨便給我寫的小鎮 好, 馬上到 快點, 走 豈有此理, 豈不是壞了 豈不是, 豈不是 豈不是 好 不好意思, 手震了 大哥 真是上來 客官, 酒來了 老鵝的聲音還要在扮大逃婆 客官, 慢用 喔 好呀 烘酒 快高完 discovers他 老鵝都會吃 就好 老鵝, 坐下 走 說, 誰是專師 大哥, 他們不像一般強道那麼簡單 菁兒, 是否已作決定 此次有三條路 往北則為塞外 往南則為魏閣 往西則為秦閣 究竟應該向何方而行 就往北走 往北?塞外乃苦漢之地 菁兒, 莫非你想自我折磨 還是想折磨乾爹? 乾爹 好女兒, 現在你心裡受折磨 雖我懂醫術, 但不懂心病 有道是心病還需心藥醫 恐怕前往秦國, 此有你所需之心藥 乾爹, 你越說越遠妙 女兒完全不明白 更嚴妙之詞 乃代表新聖人之聲像時暗時靈 作夜所見, 驚以西矣 當日出現於魏閣 項少龍亦出現於魏閣 轉移往照國 項少龍又出現於照景 而今新聲西矣 項少龍又巧合地反巡 難道統一六角之新聖人 乃項少龍? 乾爹, 你的猜測會否有所牽強 猜測而了自當查證 不過無論任何事 必須求個明白, 問個清楚 以免日夜牽掛, 心中自我折磨 乾爹我決定向西往秦國 清兒, 你是否跟隨 則由你自己決定 你剛才會不會有所謂的 你真是否會秦國 你真是否贏 我真是否則有所謂的 我不是想要有所謂的 你真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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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言 你真是神 我真是神 神,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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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找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現在是秦國王子 不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哥… 公主要出事了 公主好好的怎麼出事的 我叫你照顧她的 三弟該死, 公主去了女府 我…我沒有跟她 結果公主又失了鐘 如今竟然… 百大甘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